今天蔡總統又嗆韓國瑜說這個 他有沒有決心來捍衛我們國家的主權 不過韓市長在國慶演說的時候 就已經說很白了 沒有錯 韓國瑜市長其實從他在去年 競選高雄市長到就職高雄市長 到現在一路走來 他對我們中華民國的主權 他是從頭到尾捍衛到底 不只數次在對外說明 甚至在國慶演說也說得非常的清楚 那相對大家看一下蔡英文政府 過去這三年多 先不要說邦家國一個一個的跑 兩岸的關係也是完全得退路 這我也不知道到底台灣現在主權 到底蔡英文捍衛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是非常典型的 裝聾的人永遠聽不到 裝睡的人永遠也叫不行 所以我覺得2020只有下架蔡英文總統 下架民進黨 讓韓國瑜做給他們看 什麼叫做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的確其實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似乎民進黨還有蔡英文方面 只能用兩岸議題 用統獨的方法來止血 他這三年多在台灣 他所有做的倒行逆施的一些政策 這其實可以凸顯出 其實蔡英文政府現在 就是要靠著最近香港人的流血 來幫民進黨來做止血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既然兩岸論述在現階段這麼樣的重要 我覺得應該盡早讓韓國瑜跟蔡英文這兩個候選人來做一個 兩岸的論述的一個辯論 讓國人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哪一條道路才是對台灣最好的一個選擇 對我想這個蘇貞昌院長要求別人都特別嚴格 他不要這個 也以律人寬以待機 我覺得這個蘇貞昌院長 他應該是好好的把行政院院長的工作做好 不要一天到晚變成評論員 都是在評論韓國瑜 更何況如果被發現說他過去其實也有請假參選的紀錄 那我覺得他更沒有立場 在這個時候還要再來大選韓國瑜了 那我們今天聽到韓國瑜也說呢 說蔡英文呢就是說一直在利用行政資源 他是不是也應該要來一場公平的選舉 來一場君子之爭 對我想這個外界在討論韓國瑜請假參選之餘 應該要花更多時間也來關注我們的蔡總統 他是不是用自己整個國家機器跟行政資源來參與這場選舉 如果說他上班時間那他到處去拜廟 或者是參與一些輔選的活動 那我們認為這樣子已經是用他這個總統現行的職務 跟現行的國家資源來參與選舉 這是不公平的選舉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個蔡總統有所節制 請不要再上班時間 然後用國家的資源來進行你的2020總統大選 韓國瑜想請教一下 今天蔡總統又嗆韓國瑜說 你講的兩岸論述那麼多都不恰到 我現在最想聽到的就是你說 你有決心來保衛我們國家的主權 不過這一句話韓市長過去講很多次 而且包括在國慶上面他有個經句 他說他願意又站在第一線拿出槍 然後來防衛我們國家的主權 大家說蔡總統是沒有聽到嗎還是裝聾 我覺得蔡總統完全是裝傻或者是裝聾 因為其實這個韓市長他真的已經有多次表達 他這個反對一國兩制 而且他也會堅定的捍衛中華民國的民主跟自由 那這樣子的一個話已經重複這麼多遍 我不曉得這個蔡總統是國務太繁忙太操勞了 所以以至於這個耳朵有點聽不到這個韓市長講的話 還是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認為在兩岸的議題上面請蔡總統不要迴避 韓市長已經講了就是希望可以來一場這個 好好針對兩岸的路線來做一個大辯論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這個蔡總統 他似乎是迴避了這個議題 而且不敢上這個擂台 所以我們認為蔡總統應該 如果你覺得你對你的兩岸是很有信心的話 那就請接招跟韓市長來一場大辯論吧 他在專訪中有提到說 民進黨是在利用香港人流血 然後來幫民進黨補血 對我想這個2020的總統大選 其實各黨的候選人都應該針對兩岸的論述 講清楚他的立場 但是最不應該做的事情就是說 利用香港現在一個比較紛亂的形式 然後來炒作 然後變成對自己的選情有利 那我們看到的蔡總統不斷的去炒作 這個芒果乾的議題 王國乾 事實上民進黨他就是想要從香港的 這個整個反送中的議題當中 去得到他的政治紅利 我們覺得這樣子其實是不恰當的做法 他在選擇中的歷史上 有些人在外面 他會說到他在選擇中了 在選擇中的民主 在選擇中的民主 就是要選擇